一名流亡狀人星期三在尼泊尔首都自焚 这是抗以中国当局的自焚事件当中的最新一中 当地警方说这名男子在加德满都的博达塔子附近一间餐厅 将汽油倒在自己身上然后点火自焚 他伤势严重,博达塔子被视为佛教圣地之一 据目击者说在警察与当地人将这名男子身上的火泡灭之前 他念重反对中国的口号 当地一名藏族领袖说自杀意图值得尊重 自焚的画面显示受惊的路人看着警察抢救全身起火的一名男子 这些画面的真实性目前未能得到证实 自从2009年以来大约100名藏人以自焚形式抗议中国当局对文化及他们故乡的镇压 中国当局否认这种指控并且说自杀抗议是恐怖主义行为